你们的房东就只会收租收租 我让你们看一下我的房东 房东 我这个月没钱交租啦 那咱就不交了 再免两个月租 哎呀 我刚起床头有点混 要不然你给我跳个舞呗 COME ON BABY SAXY TALK 那个肚子饿了吧 早餐做好了 我们可以上去吃吧 心里的话 我想要带你回家 那你的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我公司就决定聘用你了 谢谢老板 还有你的薪资呢 大概就是一个月六千块钱啊 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了 道账一万元 道账一万元 不好意思 我今天忘了关生意了 最好今天租的门交租 其实我觉得薪资方面我们还可以 八千 一万 一人退一步九千 行吧 但你这个房子的租金已经是最有钱的价格了 如果公司以后同事要租房的话 同事也租房给我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包租房 还有你吗 你好 诶 请问你是不是家可租的室友啊 诶 对啊对啊 那你是干涉吗 我当然是干涉的啊 老公 是不是外败的来了 蛤 希望你是干涉的 对对对对对 我姓老明公 对 房东这个月的房租赚给你了 你不是说你 对我姓房明东 对 我姓老明公 你别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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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抢我吗 你说说你这个月考新都空了你多少钱啊 三百万手机四十五十九百 找到二十四十一千二 一个月三千的工资 你就算一百五十块钱 诶 诶 老板我知道错了 诶 那个你算完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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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算什么 你一共欠我三个月房租 共积一万五百 水电两千 清洁六百 加上小号三百 共积一万七千九百块钱 不如你在那儿所说的 那您给我一万五千零五十块钱就可以了 诶 你 诶 老板请您 记得按时交通 诶 美女你好 想采访一下您觉得 钱是省出来的还是赚出来的 诶 钱是可以省出来的 因为你看嘛 我一顿菜钱能省两毛 我一天省五毛钱 一个月可以省十五块钱的 是一年好像也赚不了多少钱 诶 对 我忘了说了 除了我还有五栋楼在收拾啊 Hello It's me 诶 这个房租的时候越来 这个时间来看房 好像这个时间还不见人呢 你好 您是来看房吗 我想要住进你心里 诶 不是啊 我是过来借厕所的 诶 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你猜 嗯 我猜 诶 那请问您是用来家住吗 不是啊 我是拿来开动物园的 来养狮子老虎 这样啊 那那您对这个房子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我对这个房东可满 在你的心中 这些婚礼的笑容 嗯 你就是陈阿姨介绍了甜姑娘吧 嗯 你好 诶 那个我 那个其实我对男人只有一个要求 只爱我一个就可以了 诶 诶 可是 房和车 房和车我都有 而且我每个月可以给你10万块钱的零花钱 蛤 可是这样子别人就会说我吃晚饭啊 哦 对 那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如果你需要创业的话 我可以全力支持 哇 哇 你还是房东啊 嗯 这样吧 我回去先考虑一下 诶 诶 不要呀 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 这样子 我们是跟爸爸住在一起 或者是生男孩 或者是家庭主妇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可是我要先回去 别别别 你是第一次我聊那么糗的男生 哎呦 你妈 房东啊 你觉得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啊 他这也太突然了吧 生女孩 哎不行啊 女孩子是爸爸伤病子的情人 那我不是被打入冷宫了吗 生男孩 可是男孩以后要是找了个刻薄的老婆 那我岂不是要看他们的脸色 如果难产的话 他们是保大还是保小呀 如果不幸离婚的话 孩子到底会判给谁呀 我要等到我律师来就可以说话 嗯 诶 诶 诶 房东 哦 这个游戏好难玩 我不太会玩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哎呀 这个是打野的 你出个肉装干嘛 哎呦 我真的不会玩 我来我来 我想我要沉变星光 找到你的心 你先玩着 我先去厕所啊 待会儿再教你 紧张死我了 我20多年来 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时候 诶对了 下一件装备 诶 不是说不会打吗 怎么打得比我寒溜啊 我 我 謝謝